大家好,我是阿比 上集說了麵粉,今集會說水份 水通常會說Hydration 這部影片會分兩部分 上集會說Hydration對麵團的影響 下部影片會說不同Hydration的麵團的應用 我們說Hydration,通常會有點疑惑 第一,最佳的Hydration究竟是多少呢? 第二,是否越高Hydration就越難操作呢? 很多人都會建議新手的麵包師 不要做太高Hydration的麵團 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三,就是有些人的麵包不夠熟悉 有些人會建議提高水量 究竟是不是Hydration 越高Hydration就越容易有大氣泡呢? 第四,就是如果麵團太軟軟 那你就會想 會不會是因為麵團太濕潤呢? 究竟是不是Hydration太高Hydration 那麵團太濕潤呢? 今集我會操作三個不同Hydration的麵團 分別有60.3%、70.4%和94.7% 我會由操作、發酵、結構和味道去比較 但未開始操作三個麵團之前 先解釋第一條問題 究竟麵包最佳的Hydration是多少呢? 如果你看過上集去示範一個不同蛋白質的麵團 你會發現 其實每一個麵粉的吸水性都不同 一般來說,如果蛋白質的含量是越高 吸水性越高 但除了蛋白質含量之外 其實不同品種的麵粉、不同品種的小物 吸水性都不同 所以其實是很難去定義的 第二件事就是 每一款麵包需要的Hydration都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最佳水量是多少呢? 第一件事,你要先了解自己的麵粉 第二件事,你要想想 究竟我的成品是甚麼效果呢? 而且你也要想想 你也要想想 你也要有其他的食材 例如油分或其他 其實它也會影響到Hydration 那你就要把這些東西也要去考慮 那現在就開始操作麵團了 首先第一件事,就說一下 三種麵團我由麵粉混水的手感分別 那如果是六成的麵粉 那其實我首先是用餃餃棒去攪拌它 其實是很難成團的 即是我用手去搓 搓了一段時間 它才會成團到的 而七成的麵團呢? 那我一開始用餃餃棒 都是未成團 但是我只要用手去搓幾搓 它就已經成團到的 而九成五個麵團 其實我一般都不會用到這麼高 不過今次我不時間用到水 所以才是九成五個麵團 所以才是九成五個麵團 其實我用餃餃棒 這樣做了幾下 它已經成團了 經過了兩個小時的水盒作用之後 就開始加蝦霧了 但在加蝦霧之前 我們先看看水盒作用後的麵團的延伸性 在六成的麵團裡面 其實延伸性也不錯 但七成的麵團 延伸性很明顯 就是比六成的更多 可以拉到更薄的薄膜 而九成五的麵團 雖然很容易拉到薄膜出來 但薄膜是很脆弱的 原因就是 其實我剛才剛才說過 麵團是由蛋白質再加水去組成的 但當水太多的時候 其實它會大滑掉蛋白質 其實會令到蛋白質和水更難形成麵團 所以太多水反而會削弱麵團 之後再加一個酵母去麵團 六成的麵團 你會看到我不停搓 用一個洗衣板形式去搓 搓到我的均勻板 其實它是完全不黏的均勻板 亦都很容易可以搓到薄膜出來 而七成的麵團 我都用洗衣板搓 一開始的時候很容易搓 但越搓越黏手 最後我用了Scrash & Fold的方法去搓這個麵團 去到九成五的麵團 一開始我都嘗試用一個洗衣板的方法 但因為它太黏了 所以我都放棄了 我用了這個手撥的方法 去混合麵團 混合後 它表面上是有張力 但它的表面還未達到光面的狀態 所以我之後 每一個都有做多一次的混合 第二次混合後 等一半小時之後 我就做了一次Scrash & Fold 半小時之後 先看看麵團的狀態 其實六成那個 它的形狀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而七成那個 也沒有一大變動 但是九成五的那個 看見它整個是扔了下去的 由此可見 六成七成的 Dolph Strange 是會大於九成五的麵團 現在就做Scrash & Fold 六成那個 其實我是幾用力才做到Scrash & Fold 但是我很容易拉到光面出來的 而七成那個 很明顯我容易 Check & Fold 很多 而九成五的那個 我可以拉到超長的 等多一半小時之後 我就做了Lamination 六成的麵團 其實我是都很難去攤開它 而七成那個 我就容易攤很多 最容易就是九成五的那個 九成五的那個 是扔到超長的 超大 也是扔到超薄的 很明顯 那個 九成五的那個 我做完Lamination之後 它整個臉部 它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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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Dutch Strange 是會高了很多 那之前是扔下來的 這樣做完之後 它是會立體了 等了九個字之後 我就做了Cold Fold 六成的麵團 其實它 Cold Fold 其實它沒有大分別 其實很辛苦 才可以做完 四邊Cold Fold 之後就做出成的麵團 出成的麵團 它的新延性是高了很多 而四邊都是很容易做Cold Fold 我之後就再做多兩次Cold Fold 但是其實分別都不大 就是頭兩個面前 其實Cold Fold 沒有大分別 反而是最後面前 一Cold Fold 之後整個型就立體了很多 我再結束一下 操作方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麵團的溫度 其實它的領域方法 是要不同的 還有領域的次數 也是要改的 例如可能是 那個 Lumination 其實六成那個 其實它沒有什麼必要 可以做Lumination 當然 Cold Fold 其實六成七成的 Cold Fold 第二和第三次 其實很難去做 Cold Fold 亦都沒有什麼必要 但是反而 九成五的Cold Fold 就會變成有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一個 Hydration 其實都會影響了 Leading的次數 就是這個方法 完成了第一階段發酵之後 我就做一個P-shape 其實很明顯地 你會看到 九成五個麵團發酵的速度 比另外兩個麵團更快 可以做好 半個小時後,因為九成五個麵團發酵比另外兩個麵團太多 所以先做購物 半個小時後,再做六成七成個麵團的購物 半個小時後,放進冰箱裡 減慢發酵 另外兩個麵團,在10溫度發酵了一小時 發酵方面,原來高的含水量 發酵速度愈快 因為微生物需要水 如果有多水,微生物的吸收率愈高 所以蝦布的能力愈好,所以發酵時間愈快 三個麵團割完後,拿去焗 這次焗後,我沒有用煮貼鍋 因為三個包水太多 我用了一個Pizza Stone 下面加熱水 一開始就先焗半小時 拿了熱水再多四個小時 因為它是放在中夾,所以麵團比較焦 焗完後,我們先比較一下外形 如果我是虎寒去看 九成五個麵團,它是最大的 如果我用一個水平的角度 就是六成的麵團是最高的 所以是低水量的麵團 所以是低水量的麵團 那麵團是越好 因為它可以保持著麵團 而九成五個 那麵團的延長是最高的 所以它的形狀是最容易去延長的 那六成的麵團 其實它裡面的氣泡是越細 那麵團也是越細 那麵團也越厚 那七成就是軟 那七成就是軟 那九成的麵團 那麵團的氣孔呢 那麵團是越大 那麵團的氣孔呢 那麵團是鬆軟很多 所以某程度上 有多水量的氣孔呢 是越容易做到OpenCom 現在試試味道 口感六成的比較硬 口感比較好 七成的比較鬆軟 最鬆軟是九成五 很奇怪的是 九成五的很明顯 還是比前面酸酸 我想到的原因是 像剛才所說 越高水量 包屋的電神 吸引力度是越高 所以除了 油酸菌 每日升級的高 所以酸度是更高 口感方面 雖然切九成五的麵包 其實是有少許刺刀 但其實我覺得 不是很明顯 亦是適合的 因為它九成五 其實都比我平時做的 高水的麵糰更高 吃下去反而 分別就不太大 所以我覺得 是否高是JSON的麵糰 它的口感會越軟 軟落呢 軟落是其他原因 未必是關於 含水糧事 另外一個表 就是我今天實驗的 總結 希望幫到大家 下一集 我會再講講 不同的 百分比的 濃度的麵糰的形容 下集見 拜拜